韩美台风今明两天最接近台湾 被台湾山区小心豪雨 三天来联合国大会 共八个友邦发声力挺台湾 针对非法陆资来台 提高伐环上限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受访时表示 确保国家安全是管制目的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 学者提醒台湾未来可能面临 停滞性通膨风险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 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